陳毅 陳毅 就是你的戰功標柄 那你怕說講錯 你要怎麼管理這個 沒有 因為剛剛聽那個文婉講說 那個故事有沒有 那個老公就是太險外 會太多嘴 你帶他如果不管你是哪一個 因為有時候其實真的會忘記 不確定 這可能是很以前的事情 你到那邊 怎麼樣 你看他的反應 你看他的反應 然後再來做回答 你不要說疫情我來過 他沒有來過就完蛋了 他沒有吃過就完蛋了 然後你就說你看 然後你看他的反應 你看他反應在順勢走下去 就跟那種 跟那個騙人的算命一樣 你很驚訝耶 你先等他回答 所以你看怎麼樣 然後如果他說回答說 對耶 以前他說 你想起來了 如果他說沒來過 對 特別帶你來的 所以你就是要用這個方式 我給你看看 好恐怖喔 你看 太厲害 你看身為男人他鼓掌喔 對 有沒有 我們主持人鼓掌 他不是驚訝 他這叫智慧 對 黃老師懂我 很多男人 因為你找到生命的出口 如果你帶他去的是飯店呢 是飯店 我會帶老婆去飯店 老婆回家比較溫馨啦 對啊 我自己講 多少老婆是無趣的 老公要帶他去飯店 整個要死啊 沒差啊 怪怪 因為那個角色互換變老婆之後 那個生活方式 你看混淨人結束了 還說 太多了解啦 別了解啦 我做要不放料 你就是要睡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是不敢跟老婆說的 什麼話跟老婆說 就是外遇啊 沒有外遇啦 對 黃老師沒有外遇 沒有外遇 對 沒有其實應該是說 有一些話 你現在 你們兩個是在演相聲嗎 對 沒有 因為剛開始 因為我比較晚婚 剛開始結婚 其實也會用對待另外一半 就是會去跟他講道理 講什麼東西 後來發現其實你講什麼都沒有用 他根本沒有要聽你講道理 也沒有要聽你分析 有時候 比如說老婆我講說 我肚子痛什麼 我跟你講 人的脾胃腎 從這邊發出那個感覺 他說沒有要怎麼辦 我說你把它想像成是一種 人的自然反應 痛是救你的一個 然後馬上會噼哩啪亂罵 然後就是有時候你會太理性 他當他變成老婆之後 你會有一點太理性的去 去跟他講那些事情 因為女朋友不會 他要的好像不是理性的 對 要的不是理性 就是那句說的 要秀秀嘛 抱抱嘛 對 就是那句說的 但是我等要幫男生說一點點話 男生其實神經比較大條 有時候有些東西真的感知不到 像我太太 因為生完小孩之後 其實女生生完小孩 身體都有些變化 那我太太剛好獲得到這種 那個千里兒 跟那個嗅覺非常靈敏的 這件超能力 這個如果有生過小孩 有些太太會分享 就會有這個事情 像很遠的垃圾 我沒有綁起來 他就可以聞得到 一開門 你垃圾昨天是不是沒有綁 他收到的 我後來有建議他說 你可以去那個海關有沒有 應徵那個毒品的 有沒有 還真的有聞 臭人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呢 就是我們家的那個冷氣 其實我自己做設計的 我就裝那個冷氣 後來老婆就一直跟我說 那個有聲音 其實我完全聽不到 後來我就說 好 不然我換 換一台更頂級的 就換上去 換上去之後 我老婆睡覺說 那個還是有聲音高頻的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有點生氣 我就已經換通戰的通貴的 我不好講 一直講牌子 已經是最佔最貴 都兩倍價錢了 後來他跟我講有聲音 我就有點生氣 後來呢 我就真的去從我公司 拿了一個分貝機去測 還真的有那個高頻的聲音 因為我們男生 其實真的完全聽不到 所以有時候 你男生用自己的主觀 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變成兩個吵架的一個點 所以我覺得男生就是在家裡 就是做骨仔仔就對了 對 有聲音 對對對對對 拿儀器測一次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對啊 有飯吃 有人幫你 對不對 而且當烏龜比較長壽 對對對 真的 真的 後來我們也是領悟到這一點 對 太太是對的 那蘇醫師有婚姻裡面 有哪些事 是你不敢說出來 不敢說出來 他太多了 太多了 最常見的是因為我們當律師 其實有時候很忙 你知道有時候當律師就是 常常就要寫狀子 你知道從白天都要開庭 開到六點的時候才不會開庭 六點開始趕快寫狀子 文思全有 常常就晚回家被太太唸 我也不好意思說 他說你要 你結婚 你就趕快回家 不然你結婚 那怎麼樣 你就不回家是不是 也對 那結果有一天 我就六點開始寫狀子 寫狀子寫得正有感覺 我跟他說七點回家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寫狀子 到那深層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浴霸不能 因為停下來會忘記 跟我們畫圖一樣 證物在看可能會忘記 就七點半定回來 等一下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要回家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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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回去 那就掛了 就再寫 又浴霸不能 十五分鐘過去 還要再涼 因為我剛剛 正好看到一個證物很重要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快好了 就再掛 掛了之後 我就會來認真 我真的很想走 可是我真的覺得 也要把那個東西弄完 弄完 弄完一段落後之後 這樣要出門的時候 就要走的時候 有同事說 蘇醫師 那個東西 是不是這樣 又再講兩句話 對 回到家了八點半 完蛋了 我只剩一半 你知道嗎 完蛋了 你又不是去玩了 你也要去玩了 可是很難說啊 因為他每次這樣 因為以前跟他講的時候 他說別人家丈夫都是七點吃錢回家 為什麼你就一定要八點 對 為什麼你就到八點多 到九點 你看我這麼胖都是一年 我摸這麼晚吃 蘇醫師 我這樣 那個 蘇醫師我可以叫你 也可以這樣 這樣也可以這樣講 其實很痛苦 我說不出來 因為他就說這樣你工作 不然你去工作 你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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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做什麼 他講的 舉工作 換句話說 他一直用工作 跟他自己的分量來 兩種比較 比較 也不好一直講 所以那天很 就 你知道嗎 那開的門是那個 我本來都按門裡 那天不好 很可怕 開 用收拾開 因為他會要來 你說按門裡 他要來開 對 平常我都這樣 按門裡 他八點 那你那天如果按門裡 會怎樣呢 我不知道 所以那個門會被反鎖起來 可能如果高音頻一點 可能會讓那個老婆斷線 後面有東西丟過來不知道 我打開之後 催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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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蚵子還沒在 沒有 蚵子有在 你們兩個在玩躲貓貓 桌上有飯菜 然後我進去到房間裡 背著我 轉過頭 連鐵巾 一句話都不講 我說我剛剛一直不好意思 他在房間 他在房間裡面 躺著啊 沒有沒有沒有 坐著背對我 背對我 我說我回來了 有畫面 不會給我插 那回頭他臉是青瞬瞬 然後回 我就跟他講說 工作 我剛剛在寫狀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知道那個我跟你約 我跟你約七點會回來 八點半 不好意思 你一直陪笑 不好意思 你就打開 你到底是要娶 你是要娶我 還是要娶工作 他委屈啦 真的委屈 他覺得很委屈 那其實那時候想想 其實我也很委屈啊 對啊 可是你不能跟他變啊 對不對 你變我明天會更委屈啊 這 順利是這個 我明天會更委屈啊 我可以 真的是 我會很委屈 我又知道 我會很委屈 我不是去 我不是去吃 你明天去做壞事 不是送車 然後就沒辦法 那只好那天就 就只能說忍過好不容易 那天我還記得晚上我們是這樣 我們的床是這樣 我們一個 大家都睡邊邊 你知道嗎 床兩個邊邊 頭朝兩邊 頭朝兩邊 兩個這邊邊 真的是 主人漢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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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 都不認 那之後就這樣 但我以後就覺得對 很冷喔 很冷 他就說 我確實有經歷的感覺 確實人家他帶來了嘛 帶來不用 不是 你也沒有很認真 你也沒有好好的認真地照 用的時間沒有等 沒有用心地去照顧 沒有用心地照顧 應該用心照顧 其實我就努力啦 那之後有點說怎麼帶他出去吃 就不要約到家裡 有一些改善 是好一點點 可是我工作越來越多 這沒辦法 孩子出生就更慘了 孩子出生的時候 他就說 你要早點回來 沒有 我帶到要爬去 你就沒回來 而且我們是生 帶兩個小孩真的很累 剛開始第一次帶一個 帶第一個的時候 他說你看 你男生的手比較大 小孩子洗澡你洗 對不對 沒有 我手這麼小 等一下 萬一你孩子掉下去怎麼辦 也對 有道理 對 他跟你姓 他姓蘇 他姓蘇 他又過去 你手比較大嘛 對...有道理 結果我就開始 這個小孩子 我還是我在洗澡 放流放晒 你總不能不會啊 親子關係 他跟你姓蘇 親子關係 很親子關係嘛 你知道這什麼時代 那所以現在... 所以放手的時候 他沒洗到你回家 沒有... 就沒有...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只要 但是只要我在家的時候 大概他就 他會讓我有機會練習 感謝 有機會練習 所以我這個都很會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定要幫他那個小孩 祷告 因為有儀式 他就說 祷告 我跟你講喔 我跟你講專家有講 那個書上面有講 晚上要有儀式感 睡覺有儀式感 什麼叫儀式感 就是小孩子睡覺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個儀式 然後他覺得好睡覺 那我們的儀式什麼 小孩子睡覺的時候 爸爸要在旁邊 先跟他念個故事 從小就要念故事書 念故事書 他習慣你的聲音 習慣你的聲音 他做祷告 然後他睡覺 那如果小孩子有點睡不著 他陪他睡一下 所以這是我的 我的日常 他說他是專家講 這樣你父子關係才好 講故事講多久 講故事 小時候大概講兩三分鐘 越長的越久的時候 就越... 比較大的時候 就講久一點 以前講故事 我只要講一分鐘我就睡著 對啊 通常都是爸爸先睡著 因為都是爸爸 不太累了 對啊 然後我們小孩子就是這樣子 我們小孩子是這樣 我們就讓他獨立一間 那太太通常是在 這個客廳裡面玩一下手機 然後我是在 我是在那個陪小孩子 本燈關起來 講完故事就燈關起來 有時候陪著睡覺 睡著的時候 就睡著 其實有時候我也去OS 以前我老伯不是這樣 我以前爸爸的時候 都是媽媽在照顧 這種話你能講嗎 我不敢講 不敢講 婚姻裡不能說的事情 這不行 我有暗示他說 我有暗示他說 怎麼暗示 我真的很好奇 我說我爸爸跟那個 就那個神阿伯什麼 他們 他說現在是老師 從最新的教育的理念這樣 那我這樣 你們問說專家是誰 老師是誰 他說誰 有個姓王的 還有個姓什麼的 他有姓黃嗎 然後你心想說你爸爸這樣子 你還不是長得好好的 可是我其實有時候很苦 你知道嗎 他又開始講說 你看我同學他的先生 都會這樣照顧 我那誰都是這樣照顧 好都這樣 其實我就過了 我就忍著 書醫師 我要進廣告前 我再問你 那個晚上他為了吃飯 你我遲到那個事情 他大哭之後呢 之後隔一天 你是怎麼平息那個 就當作沒事日常 就是沒事 早上吃飯 就當作日常 雖然早上還是不是很好過 那晚上 晚上就早點回家了 這次就知道當你回家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